而另外一个重大的一个 我们必须要为大家报道的一件事情 是关于海啸的预测 过去呢 三一工程大海啸大家很害怕 日本当时也预告了海啸 可是这个海啸呢 从因为它的整个仪器是在路面上 所以当你知道发生了海啸的时刻 你通报当地的民众 那那一次的情况 因为它的整个海啸的规模太大了 那么所以它通报的时间只有15到16分钟 大家往上跑跑跑的时候 咚咚来不及 最近呢日本就有一位教授 希望能够把测试海啸的预器 不是放在路面上 而是放在海底 所以当海底的地壳发生异常震动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通知海岸边的人们 津波だという声で もう3回から津波が勇气よく来ました 缶一発もう救われ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 他是填索精一 民国大学地震火山研究中心副教授 为了更准确地预测海啸的高度 不让311惨具重演 他和研究小组成员决定 一改从路上观测海啸的旧方法 改从海底观测海啸 靠的就是这个仪器 这里是位在日本三重外海120公里的海域 填索精一的构想是 将仪器沉到3300公尺左右的海底 大约就是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接缝处 因为通常就是这个接缝处的板块错动 引发海啸 不过以往只从陆地上观测 海啸高度预估可能出现误差 但透过这个仪器 配有GPS的调查船 每半年到现场 以深颇判得仪器准确的精维度 期间一旦板块错动 仪器的精维度就会改变 可借由半年前测得的精维度 得知板块位移的距离 计算出能量释放的规模 面对无情的大自然悲剧 日本有人追求更准确的海啸预测方法 也有人想以特别的方式 弥补曾经发生的悲剧 开怀的笑 腼腆的笑 充满元气的笑 他们都是北海道奥考岛上的居民 1993年7月12号 一起7.8的地震 在奥考岛上引发了大海啸 当时4700名村民中230人死亡 海啸不只带走了房子和村民的生命 也把回忆带走了 因为岛上没有照相馆 一些在海啸中幸存下来的照片 只好送到岛外修复 我似乎会过去的 我后台区的卖 我似习的 不想要 我那些地震 我似乎得到 我似习的 我能想送到 我在那时 不让我照顾 在古山先生号召下 有150名居民 响应了这个记录快乐的计划 其中也包括了60岁的宫藤名字 在20年前的长海啸里 民子也有亲人罹难了 虽然民子也想过离开岛 到别的地方生活 但最终人留了下来 拉拔两个孩子长大 看着和母亲拍下的珍贵照片 民子想好好拍一张照 留作纪念 古山先生收集来的笑容 现在做成了海报 放在奥考岛的车站里 最显眼的位置 用笑脸迎接每个来奥考岛的游客 一日一日楽しく悔いのないように生きなきゃなって 一日一日楽しく悔いのないように生きなきゃなって 思ってます 年生きなき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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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迎来了继承第三位的小王子 而7月21号 比利时迎来了新的国王 原来的国王79岁的Albert 20 面对整个比利时的政治动荡 决定交位给他53岁的儿子菲利普 菲利普穿着政治军服 在国会以法语和兰语跟德语三种官方语言 正式的宣誓就职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文谦世界周报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